这是一只诡异的沙滩怪兽 只要跟沙子接触 立马就会被吃掉 女孩把脚伸到沙子里 可怎么都拔不出来 双手用力还是不行 于是把手伸到沙子里 想看看下面有什么 随后他就大叫起来 一点点往下线 男友急忙跳下车想去救人 可刚跑两步就摔了一跤 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同伴想开车过去 可汽车却没电了 眼睁睁的看着男人一点点沉入沙子中 竟然吓得哇哇大叫 甚至还写下了遗言 为了知道下面有什么 小美伸出手慢慢靠近地面 只见沙子中冒出无数白色处须 随着手在不停的移动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为了测试它有多大 小美拿出仅有的火腿肠 用力扔向远方 眨眼间火腿肠就被触手拉到沙子里 换个方向扔 还是一样的结果 然后朝另一边扔去 这次火腿肠没有消失 说明怪物有30多米 大壮拿起滑板车 扔到地面上 紧接着就跳了上去 果然没受到怪物攻击 它就这样踩在两块滑板上 交替前进 可当迈到凳子上时 滑板突然向后一出流 它只能趴到凳子上 不过滑板还在慢慢向后移动 紧接着 触须从沙子里冒了出来 正好摸到肚子 它腰不以用力 拼尽全力总算到了凳子上 不过肚子还是受了伤 随后它一时渐渐模糊 躺在凳子上晕死过去 半天后它被躺醒了 忍着剧痛查看背包里有什么 一不小心香蕉掉到地上 它想都没想就捡了起来 结果一点事都没有 这是什么情况 它又拿起香蕉慢慢靠近沙子 发现处须不敢靠近火堆烧过的地方 它站起来 用力跳到灰烬上 果然没事 原来怪物怕火 接着男人吃了口香蕉 补充体力 可小美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低头一看 窝了个乖乖 香蕉竟然从伤口里流了出来 吓得它赶紧把嘴里的香蕉吐掉 身子像掏空了一般 躺在凳子上爬不起来了 正在这时 一辆警车来到这里 他们大声呼救 让FBI千万别下车 赶紧打电话求援 可人家根本不相信有怪兽 觉得他们肯定吃了摇头丸 于是下车查看什么情况 就在大家以为它在艰难逃时 可什么事都没发生 因为它穿了红星尔克的大头皮鞋 怪兽根本穿不透 当它听到有两人被吃掉时 就想把几人靠回去 不料钥匙掉到了地上 它立马弯腰去捡 可手却被触手缠住 无论怎么用力就是拔不出来 而且越陷越深 随后跪到了地上 它赶紧拿出防狼喷雾 喷到了沙子上 触须立马缩了回去 它一用力胳膊就折了 几人惊恐的大声尖叫 突然FBI趴到了沙子上 触手紧紧抓住它的脸 一点点往里拽 没过多久 就慢慢消失在沙子里 而留下的沙坑却慢慢复原了 这时小美看到远处的蛋壳 才想起怪物的来历 原来昨天晚上开派对时 小伙伴找到一个巨蛋 他们放到火上想烤着吃 可味道有点上头就放弃了 没想到怪兽竟然跑了出来 要找几人报仇 而他们的手机都在后备箱里 汽车也没电了 胖哥还被困在铁桶里 小帅是唯一有战斗力的男人 觉得该自己表现了 没想到戒毛巾时 围栏却断了 他狠狠地摔到沙子上 下一秒无数处须把他缠了起来 疼得他哇哇大叫 却无济于事 身体慢慢没了知觉 然后一点点消失在沙子里 而铁桶里的胖哥也被磨破了皮 触手闻着血液的味道向上爬去 突然感觉桶里有东西 他拼命挣扎 可就是出不来 下一秒就从里面伸出几条长长的触手 把小胖死死缠住 眨眼间他就消失不见了 可他们不能坐以待毙 小美把围栏拆下来后 扔到地上铺了一条路 他们踩着木头向凳子走去 突然美女脚下一滑 掉了下去 瞬间他就消失在了沙子里 之后二翠用浴巾裹住脚 向警车跑去 正当他高兴时 怪兽咬住汽车轮胎 不停地晃动 二翠摔到汽车上 晕死过去 直到晚上才醒了过来 他扔下救生艇 给他充满气 然后扶着大壮走了上去 可刚把大壮送到车里 怪兽就钻了出来 窝了个乖乖 他浑身发着绿光 足足有三十多米长 应该是吃了这么多人 才长这么大的 小美把车后面的油桶提了上来 然后倒在附近的沙地上 这时触手还在空中不停地摆动 却没发动攻击 小美拿出火柴 点燃后扔到地上 瞬间触手就着起火来 疼得他呲牙咧嘴 不停地扭动身体 转起了圈圈 小美趁机钻进车里 这时触手才攻击他们 可一点用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 一个陌生人把他们叫醒 小美试探着踩到沙子上 发现没有受到怪兽攻击 这才一起向家走去 而大壮却永远留在这里 怪兽则跑到了大海里 不知下次哪个沙滩会遭殃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沙子慢慢拱起 竟然从里面钻出一个人来 他抬起手臂看了看 自己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 还不可置信地摸了摸脸 突然一抬头 看到远处的怀表 随后伸出长长的手臂 可刚接触到怀表 手臂竟然碎了一地 他没有气馁 沙子快速聚集 重新变出一只手 手指轻轻一捏 把怀表提了起来 打开一看 幸好儿子的照片还在 然后双腿一用力 他就站了起来 往前迈了一步 差点摔到地上 聚集起足够沙子后 往前迈了几步 他竟然变成了一个大活人 就在刚刚 男人跑着跑着 突然掉进一个深坑里 而这正是科学家的实验场 按下绿色按钮 粒子对撞机启动 围着男人不停地旋转 速度越来越快 他想跑出去 可根本做不到 机器的沙子钻进体内 将他的基因转化成了小晶体 仅仅几个呼吸 手就变成了沙力 紧接着整个身体开始沙化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醒来后 他就变成了沙人 随后来到大街上 头一歪 耳朵里就流出了沙子 不料被几个警察发现了踪迹 他急忙躲了起来 藏到刹车上 警察慢慢走了过来 举起铁锹 刚要插下去 下一秒 就被沙子顶飞了 紧接着从车里钻出一只大手 抓住车厢边缘后 一用力 沙人就钻了出来 众人看到这一幕 吓得哇哇止叫 警察纷纷开枪射击 打得沙人不停地嘶吼 他非常生气 举起沙包大的拳头 用力一砸 将汽车撞飞出去 随后化作一股沙尘炮逃走了 来到银行门口后 看到一辆运钞车 急忙扑了上去 对着车顶用力一锤 就出现个大洞 随后车厢里就充满了沙子 沙人刚把钱放到皮包里 蜘蛛侠就跳了进来 对着沙人肚子哭吃就是一拳 可他撒地没撒地 沙人变出巨大拳头 一拳将蜘蛛侠打飞出去 可蜘蛛侠不是好惹的 不停地射出蛛丝 眨眼间沙人身上就出现几个大洞 随后一个扫堂腿 没想到沙人瞬间恢复了正常 手臂变成铁锤 以下就把蜘蛛侠砸到车厢里 出来后他四处张望 发现沙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经过不断搜寻 终于在地铁里找到了他 沙人上去就是一拳 却被蜘蛛侠躲了过去 这时恰好地铁经过 蜘蛛侠几个跳跃 一脚将沙人踹到列车上 随后按住他的头 跟列车来了个亲密接触 等列车过去后 沙人只剩下半个头 他双手按在地上 无数沙子涌入体内 随后头往后一仰 将蜘蛛侠撞飞出去 双方又打了起来 蜘蛛侠一拳将他锤到深坑里 正好落到水洼中 沙人刚要去拿钱 发现手臂竟然融化了 然后慢慢缩小 蜘蛛侠健壮 轻轻一荡 把旁边的水桶踹了个大洞 紧接着双手一用力 将铁皮拽开 随后一股巨浪冲了过来 瞬间将沙人淹没 尽管他拼命挣扎 却无际于事 身体变成一堆烂以后 眨眼间消失不见了 死神把手伸进女人胸口 随后掏出一颗心脏 把他放到审判之秤上 另一端则放了根羽毛 如果心脏比羽毛重 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否则就会进入天堂 女人非常害怕 金帮点了三个关注 这才让审判之秤保持平衡 女人见状 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随后来到午膳大门前 中间的石门缓缓打开 可里面黑漆漆的 根本不像天堂 他刚想反悔 不料被二哈一脚踹了下去 这边刚忙完 又走来一个女人 死神先把羽毛放到审判之秤上 然后伸出血白的小手去掏心脏 不料被一巴掌打开 这下死神怒了 说我必须掏心脏称重 可小美根本不怕她 把手按在托盘上 这下死神懵了 小美说 我一生跌宕起伏 非常精彩 肯定比羽毛重 还想花十万块收买死神 把她放回去 死神彻底怒了 打开白宝箱 想让小美灰飞烟灭 可下一秒 因为点了三个关注 她就被神秘力量拉走 这下死神又不淡定了 怎么总不按套路出牌 画面一转 墓地里伸出一只手 随后小美从里面爬了出来 只见她小嘴一张 把体内的基液都喷了出来 这可把她恶心坏了 紧接着又摸了摸胸口 发现心脏停止了跳动 无处可去的她 只好回到家中 透过窗户望去 阳光是那么刺眼 这时老妈听到动静 出来一看 顿时吓得哇哇大叫 急忙躲进厕所里 小美轻轻一推 门锁就坏了 她说自己不是诈尸 而是被神秘力量复活 老妈这才破题微笑 他们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为了怪怎么办 我 我 不太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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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